港澳辦主任黃光雅和議員會面時也提到 泛民主派有兩類 大多數支持中央行使主權 只是政見有不同 中央日後願意跟他們繼續溝通 但另一類極少數人打著民主的房子 對抗中央的管治 中央會跟他們堅決鬥爭 蔡宏傑在深圳報導 黃光雅在議員提問前才發現 只如其實現普選是中央、特區政府、議員和市民的共同願望和責任 又重新中央的決心 中央堅定不移 誠心誠意 支持香港在2017年實現行政壤普選 無論遇到多大阻力 中央政府都會為此做出最大努力 他又說中央願意跟泛民主派議員 在基本法和人大框架之下最大限度凝聚共識 呼籲議員勇於承擔通過方案 在實現行政壤官普選問題上 立法會議員角色關鍵 責任重大 中央真誠希望 並呼籲全體立法會議員 以香港的根本利益 長遠利益 和國家的整體利益為依歸 順應民意 勇於承擔 正確行使手中的權利 為推動香港民主發展和社會進步 做出無愧於歷史的貢獻 黃光亞閉門發言補充 形容泛民是有兩類人 一類是極少數別有用心打住民主 紡指將香港視為獨立政治實體 示意曲解基本法 對抗中央管治 甚至勾結外國勢力 黃光亞說中央對這些人立場堅定而明確 就是堅決鬥爭 決不行糊 特首選舉制度就是要這些人排除在外 限制入閘和阻止出閘 即使竅行當選中央也決定不會任命 另一類黃光亞以泛民朋友來形容 當時贊成國家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 黃光亞說中央和他們的政見有所不同 民主理念和實現方式看法也不一致 但認同一國兩制憲法和基本法 黃光亞又說希望和這部分的泛民朋友 有更多機會溝通 在共同基礎上深入交換意見 黃光亞重申一國兩制講包容也講底線 中央允許也尊重不同政見 但前提要承認和尊重國家政治體制 呼籲泛民如果一美為反對而反對 甚至成為一國兩制的破壞者和搗亂者 最終只會走入死胡同 今次是全國人大常委會 在去年8月31日定出普選框架之後 首次有中央官員和立法會議員會面 但並不是全體議員都有出席 好似社民連結梁國雄 就因為回鄉政的問題未有隨行 NOWTV記者蔡宏傑在深圳報導